我家阿特是一名刑警 这是我见过最混乱的凶杂案 每当案件逐渐清晰 总会有意外发生 死者刘修丽 59岁 是我们镇上KTV的老板 报警人是谁 刘修丽的儿子刘洋 在国外读书 他每天都和刘修丽通一个电话 两天前因为联系不上刘修丽和姬父王斌 就报警了 王斌找到了吗 还没有 师傅 有邻居反应 最近总能看到一个脸上有黑质的人 上门找王斌讨债 好像是县里地下赌场的人 会不会是他把刘修丽杀了 又把王斌绑走了呀 你急什么 有证据吗 没有 这儿都没发现任何血迹 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先收工吧 等一下 查查这里 阿特 你看看这个 死者身上又实际出深浅不一的伤口 其中颈部伤才是致命伤 初步判断 死者的死亡原因是颈动脉破裂 只是血性休克死亡 死亡时间应该是20号的1点到3点之间 多处伤口 只有一处是致命伤 真是过激杀人哪 警官 我是刘洋 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平时家里只有继父王斌陪我母亲 我妈跟王斌是二婚 王斌是个瓦工 老人是在KTV装修的时候认识的 自从她知道我妈丹生后 却对我妈特别热情 我对她一直没有好感 刘洋 你母亲十年前 有没有跟你提过钱相关的事 前几天 我跟我妈要过一笔钱 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三十万 这算吗 钱呢 给你了吗 还没给我就出事 钱是在哪个银行取的 你知道吗 好像是县里的农商银行 小白 刘秀丽出事前 在县里的农商银行取过三十万 你去查查现金流 嗯 我知道了 现场里面发现了新情况 死者家客厅的墙 被重新粉抓过 墙里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 师傅 王斌就是搞装修的 凶手就是王斌 没跑了 可是他既然清理了犯罪现场 为什么不处理尸体呢 刘洋 我们正在全力侦掌 你别急 小飞 走 去无诊科 原来是这样 案发当天 王斌在外欠着赌债还不上 就在这时 他发现刘修丽 要转三十万给刘洋 王斌 这些钱 都是我儿子的 你想都别想 刘修丽不仅拒绝了王斌 还让王斌 感受到了一股耻辱 被拒绝的王斌 怒惑中生 不再要求 转而拿出刀来威胁他 但刘修丽坚决不妥协 两人很快从私承 变成如达 最终 被赌债逼上学路的王斌 在绝望中 叫刘修丽杀死 刘修丽死后 王斌终于清醒过来 意识到自己杀了人 但是 他想的不是自首 而是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先是清理了地面上的血迹 至于墙上的血迹 则被他用语调强调掩盖 当他做完这一切后 应该再想如何处理刘修丽的尸体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 听着接连不断的铃声 王斌意识到一个问题 即便他能够妥善地掩藏痕迹和尸体 他也很难向记者解释他母性的去向 更何况向警察编一个能够自言习说的故事 还不如争取点时间 赶紧逃 难怪现场只掩盖了一部分 这样一来 整个案子都能说通了 准备追捕王斌 现金流有线索了 太好了 我们正准备追捕王斌呢 阿特 王斌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